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分布在东南亚一带的鲜罗鳄鱼 那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爬行动物之一 因为人们过去大量捕杀 那鲜罗鳄鱼在1990年代早期呢 一度被认定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因此把鲜罗鳄鱼 列为极度宾威物种 所幸在2000年左右的野外调查当中 那零星鲜罗鳄鱼呢 被发现残存在柬埔寨的豆蔻山脉 不过由于数量非常少 所以野生鲜罗鳄鱼的生存状况 仍然非常危险 为了保护鲜罗鳄鱼 防止它们灭绝 国际动植物组织呢 就在柬埔寨启动了 保育鲜罗鳄鱼计划 在密密麻麻的鳄鱼池中 用绳索套住鲜罗鳄鱼 再安住鳄鱼的身体 然后拿起黑色胶带 把鳄鱼的嘴巴缠起来 别担心 它们可不是在捕杀鳄鱼 这些都是在放生鳄鱼前 必要的手法 正值重新发现 鲜罗鳄鱼25周年之际 国际动植物组织 陆续放生了50只鲜罗鳄鱼 25年前 几岁年之后 鳄鱼和鳄鱼 在柬鲜罗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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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柬鲜罗鳄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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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那一段 所以在柬鲜罗鳄鱼中 在那一段时间 我们也在努力 与政府与公司与公司 与公司与公司 帮助生鲜罗鳄鱼 帮助生鲜罗鳄鱼 每天都会用肌肉喂食它们 一旦发现有鳄鱼产卵 就会把蛋转移到孵化器中 精心把鲜罗鳄鱼养大 等到符合条件 年幼的鲜罗鳄鱼 就会被放生到 偏远的豆蔻山脉鳄鱼保护区 我们在柬鲜罗鳄鱼中 在柬鲜罗鳄鱼中 在柬鲜罗鱼中 在柬鲜罗鳄鱼中 在柬鲜罗鳄鱼中 我们在柬鲜罗鳄鱼中 这项计划从2011年开始 已经成功放生 至少200只鲜罗鳄鱼 组织也希望 能够在未来几十年内 继续养殖并放生鳄鱼 直到豆蔻山脉一带 拥有足够的鲜罗鳄鱼为止